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讲到了我们的非空约束 那接着呢 这节课往下来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的默认值 一般呢我们的非空约束 NotNot会配合 让我们的默认值来使用 那首先呢默认值 我们可以通过Default的关键字 来给字段添加一个默认值 那当你在插入记录的时候 没有给这个字段负值的情况下 他会使用我们的默认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一般呢我们的NotNot 会配合上我们的默认值 一起来使用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测试一下默认值 还是创建一个表 拿我们这个user表为例 拿过来 那现在呢你看到 我们的age字段没有值 那没有值的情况下 没有写非空 那现在我可以给他一个默认值 通过Default来添加默认值 写成一个默认是18 接着呢再来一个地址 addr 微差 50或者200 50就够了 同样的也写成一个不能为空 NotNotNot 默认的是写成一个北京 再来一个性别 sex写成一个 enumber 男 女 保密 同样的不能为空 Default写成一个 none 那这时候我们稍微改一下 看到这样一个表 就已经成功了 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8 你会发现在这儿 首先age字段 你可以为空 也就是插入记录的时候 可以不给他值 但是呢 会使用到我的默认值 是我们的18 同样的地址这一块 它不能为空 但是呢 当你不给值的时候呢 我也会使用到我的默认值 北京 sex字段也是一样 默认值是 男 那接着我们向这个表中 插入几条记录 insert user8 首先username ,password字段 是必须要给值的 那age字段 我可以不给值 values 那接着你看到 addr字段 不能为空 但是当我不给他值的时候 是不是有默认值啊 包括我的 性别 那现在我就只给这个 必须给的值的 字段来复值 成功 我们来查询一下 select 信号 from user8 当你没有给的传值的时候呢 会默认使用我们的默认值 18 北京 南 就相当于我们函数中的 可选参数一样 当你不传值的时候 会使用它的默认值 那当我传值的时候呢 就会按照你给我的值的形式 来显示 insert user8 values 写成一个2 username qen 密码也是 年龄呢 我写成一个29 地址 我选择一个上海 接着再往下 性别呢 我选择的是一个保密 当你每个字段都给值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按照你给我的值来显示 select 信号 from user8 你看到 29 上海 保密 那接着呢 当你想使用默认值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这么来写 假如说你说这个年龄 我想使用默认值 你可以写成一个default 代表我们的默认值 包括你说这个地址 我也想使用默认值 我也可以选用default 这样写也可以 id 写成一个3 好 再来查询一下 你看到 年龄 位置上 使用默认值 你通过default 得到了我们 我们的默认值 包括addr 也是default 北京 这样的形式也可以 一般呢 我们的not now 会配合上我们的默认值来使用 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 那就像我们说这个性别 在注册的时候 你用户默认的 可以让他选中一个难 当他不选的时候呢 我的默认值也是难 或者说 在注册的时候 如果用户没有上传图片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默认的头像 这都是可以的 你还是需要根据你的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来选用给哪些字段 添加默认值 好 那这节课主要讲了 我们这个default 默认值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default 也测试一下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